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外公 还有一个人哪 是我不让稷山来的 他只是个无关紧要的人 没有资格接外公 无关紧要的人 能让你爽了今晚的约 去 把人给我带来 是 外公 他因为救我受了些伤 外公要见他 等他伤好吧 四伯啊 你现在竟为了一个女人 要一直报我的话吗 我警告你 千万不要为了一个女人得罪了暗将 外公放心 我会处理的 我给你三天时间 不管他伤好没好 都给我处理好 否则 不要怪我亲自动手 好 作为教训 今天你就跪在这里反省 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天 都要好好的 好吗 好 如果有一天我没来 你也不要难过 你要是没来 我就一直等你 我变了模样 现在的样子对你来说 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 可你为什么 还会冒险来救我 你那边完事 就赶紧过来处理后续的事情 他杀了祖母和姐姐是事实 我不能被眼前的他所迷惑 现在就应该趁着救了他的机会 留在他身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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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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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事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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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不会放过他 我先去医院 找人接应一下 是 江北会负责人宋思浦身陷燕照门 济世会馆外孙身陷桃色漩涡 用桃色新闻来捆绑宋思浦 又用自己受伤来换取宋思浦的信任 玩得够狠的 再狠也没有记头加狠了 明明是做局引宋思浦上钩 你去对我下死手 这话你就错了 如果不是我拿你支支死地 你也不会知道你在他心中 还有那么点分量吧 谢谢你 不客气 如果这次我能顺利留在他身边 你就配合我调查敏家的真相了 算是你差点要了为命的补偿如何 好 没问题 我刚好也想看一看 宋思浦会怎么对你 这个能为他拼命的绯闻女友 混开着 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在阳光下了 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在阳光下了 谢谢你昨天救了我 我带你走 小心 你没事吧 你们 selon的 我问三个人会在阳光下了吗 你们听懂是否在阳光下了吗 你会在阳光下了吗 我拼命的绯闻女友友谈不许他了很久 我直接的绯闻女友谈不许我 这试神经暂时性失眠 是他在那里 我们上 不再聚热 无法让爱犯着 吞噬四季 一天不爱过了 所有所谓 不必再落层 为你原来 刹事都放下 飞你不可 你飞你不可 爱钻起海洋 却起了聚了 飞你不可 爱转重 无缘寂静了 这样飞你不可 快追 快追 快 快 他们走了吗 在等吧 对不起 因为我的原因 绕你的眼睛 没事 如果不是你 我可能都已经不在了 新闻是你放出去的 你有没有想过后果 你已经得罪了吉林江 现在机会长也因为新闻 对你下手了 你这样会毁掉你自己的 我没有退路 只能用这样的方式 摆脱吉林江的控制 我知道我这样做可能会伤害到你 对不起 我理由了你 别想太多 我带你回家 我 不要 你 那位 医生 他情况怎么样 黑 看片子 他确实是有失明的可能 不过相比于失明 这位患者还有更严重的情况 我觉得还是告诉你一下 请请 从患者的细胞免疫 自身抵抗等检查结果来看 它是先天性的免疫力低下 身体应该从小就比较弱 我从小就免疫力不好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大病一症 所以我们在一起的 每一天都要好好的 还有 她的身体可以用千疮百孔来形容 基本上没有一处是好的 看程度啊 也是九死一生啊 另外 她全力修复过 宋司铺在调查我 不过这也没什么 现在也都常见了 他 他真的是情书 他还活着 侯家 这 你怎么自己一个人出来了 你现在眼睛还没有好 不能出来活动 我 我也想知道医生怎么说的 所以 医生 这边进 好 医生刚说了 如果你颅内雨血恢复得快 幸运的话 过几天就好了 等你眼睛好 如果我没那么幸运呢 我会对你一辈子都负责的 啊 其实 其实 你不用对我这么好的 这些年 你一个人经历了那么多的痛苦 我 现在你都回到我身边 不管你变成什么模样 有什么目的 我都不在乎 我送你回房休息吧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